这个日誌基本上和Express的日誌也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需要关注的日誌肯定是Access Log Access Log我们这个地方也使用Morgan 只不过Express那个环境中 它直接把Morgan给它带你来了 我们这个地方会需要自己建一个插件 让Coin和Morgan给连起来 然后Morgan的使用基本上和之前是一样的 然后再就是自定义日誌 自定义日誌我们还是使用Coin和ConclerError 这个和Express里面完全一样 所以说我们这就先提一句 然后不再去演示了 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先使用ConclerLog和ConclerError 而不去写入文件 我们之前也说过 在下一章讲解线上环境 讲解PM2的时候 我们会有办法 而且是一个非常简单实用的办法 去把ConclerLog和ConclerError 去写入到文件中 而且是先让环境写入的文件中 然后先下环境呢 开完环境呢 我们就直接打印出来就行了 最后就是日志文件拆翻 内容的一个分析 之前也讲过 我们就不再追溯了 所以说最后这两步呢 我们这儿就再提一下 大家不要忘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就不再演示了 因为和之前的内容完全一样 好我们就演示一下 这个Coin2环境下 我们怎么通过这个Morgan来去 把这个日志给它存起来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APP.js里面有一个 叫CoreLog的一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啊 看似是一个日志的东西 大家看它这个中间简单也引用 它这个地方本质上是个什么呢 它本质上其实是相当于 把这个ConclerLog这个格式啊 就是控制台中的格式 给它变得这样 你看没 变成了这种可以阅读的这种方式 不是说可以阅读的 就是阅读体验更加好的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在使用CoreLog这个环境下 去打印一些东西的时候 特别是打印这个 get请求和post请求的时候 它会变成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就特别好看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这个CoreLog的这个一个作用 它的作用就是说 在CoreLog环境下 我的控制台打印的格式 更加的优美 更加的好看 就像这种 什么get啊 post啊 post啊 然后这个什么post啊 然后这些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 总比你像这个A字Admin这种 干妈妈的打印要好一些 对吧 它会体现的更加倾向一些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所以说 它这个CoreLog这个东西 它并没有记录日识文件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Foxyslog还是要借助这个Morgan来去实现 Morgan在这个地方没有直接按 而且Morgan那个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Express里面 而且Morgan这个东西呢 它是自己本身是 仅支持Express这个会员来使用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按一个中间的一个插件 来去兼容这种情况 就是NPMI Core Morgan CoreLog CoreLog 通过这个CoreLog Morgan呢 就是可以让这个Morgan来使用到我们的CoreLog 这个环境中 那我们把这个淘宝金箱给靠上 OK 安装完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CoreL里面 我们肯定要是要新建一个日志文件的 对吧 这里面建logs 然后logs里面呢 我们可以建一个叫 Auxys.log 哦 日志文件建完之后呢 我们要去引用这个Morgan 当然我们需要写入文件吧 对吧 写入文件我们肯定要是要把这个PASC和FS给它引用过来 再引入FS 因为有个件操作 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个Morgan给引入进来 当然它名字改了 不叫Morgan 叫CoreMorgan OK 这样的话 这个引入就算完了 完了之后 其实下面的操作呢 跟Express里面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 直接给它烤过来 就Express里面那个APP.js里面使用Morgan的方式 直接拷贝过来就行了 看一下 日志记录嘛 日志记录我们可以放在这个Session的下面 无所谓了 其实放在上面也行 放这个跟这个logger放一块吧 然后environment就是环境参数 或者是来的 如果environment不等于这个production的话 就APP.use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不能写logger logger已经被占用了 所以说我们写这个Morgan 下面这个logger也改成Morgan 然后app.use 然后Morgan Dev 对吧 这个Dev是什么意思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以及线上环境 线上环境我们可以通过这个logs accesslog.log 这个文件我们刚才已经建了 只不过现在是空的 然后创建一个writeStream 然后完事之后 把这个Combin的这个格式的给它写入进来 当然这个是分开发环境和线上环境的 对吧 我们保存一下 好 保存一下之后 我们现在启动一下 npm runDev 启动一下 启动一下之后 我们再刷新一下 这个比如说到index这边来吧 刷新一下 好 刷新一下之后 看一下 本地没反应 这个没关系 本地没反应没关系 这个因为它这块应该就是 这块应该就是 就是我们看一下 Dev的那个格式 我们之前说过 是那个get和posed的方法 以及UIL请求 以及这个返回的状态 以及这个号秒数 是吧 号秒数 然后再加上这个什么 再加上这个content list 就是那个返回的这个长度 其实本地已经有 本地已经有之后 我们主要看线上 因为本地是怎么样的 其实还好 主要是看线上的环境 看uxyslog主要是有没有运行 然后线上我们需要有一个production的环境的一个环境参数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在输入环境的时候 加了这个prd 就是production这个命令 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启动起来 把这个启动起来 其实这有一个pmr的一个设置 那pmr呢 这个我们暂时还没有讲 所以说我们先不管pmr 我们先把这个londomone拷费过来 就是我们在启动production 也假装现在是先用这个londomone去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 我们看一下日志文件 npm runprd OK 这个时候我们刷新一下 以及到这个里面来刷新一下 好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uxyslog这文件到底有没有 好 大家看已经有了 对吧 而且这个文件的格式呢 是这个combine的这个文件的格式 这有什么格式呢 我们之前都讲过了 对吧 就说明已经有了 已经有 就说明这个morgan在这里面是已经成功了 而且我们这要强调一下 就是morgan也是基于这个stream的这种方式来起的 stream是就是写入文件提高性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OK那我们再把这个pmr再还原回来吧 pmr还原回来保存 然后这个express的这个代码也给它关掉 然后控制台里面我们再继续去运行DEV吧 先不管这个线上模式了 线上模式我们下一章会详细的再讲 OK这样的话 这个日志就算降完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们把之前在express里面用那个morgan的那个东西 那个工具 它通过这个carmorgan这个插件给它直接用过来 然后具体怎么使用 就跟之前express的使用方式完全一样的 最终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access.log里面我们可以获取到这个node.js本身的这个access.log 就是发为日志 OK 这一节就结束 这一节就结束了